大家好,我是老李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有的人的排版,第一个字占用两行文字 这样的排版是不是看上去很文艺呢? 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让我们来一起操作一遍 我们首先选择菜单栏中的插入 在插入中,我们找到右方的首字下沉 我们点开它,选择下沉 这时,我们会发现这个字并不是占两行,而是占三行 所以,我们要继续选择首字下沉 我们选到最下方的首字下沉选项 我们把下行行数给它改为2 点下确定 这样,文章中的第一个汉字就占用两行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这篇文章加上背景色 我们选择菜单栏上方的设计 在设计中,我们看右边有页面背景 我们选择页面颜色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色块来改变背景的颜色 我们也可以选择下面的其他颜色 在标准颜色中,我们可以随意点击色块 来更改背景的颜色 也可以自定义,对背景色进行设置 如果这两种设计方式我们都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采用第三种方式 那就是填充效果 填充效果中,我们可以选图案 选择我们想要的图形 或者直接打开图片选项 在选择图片中,添加一张我们满意的摄影照片 我们点击它,从文件中选取 选择我们想要的照片进行插入 然后,我们按下确定 这样,效果就完成了 好,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要一个都אל照片 ù文封智 before we go 现在 locked,出去 我没关系 在二品窄里